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來介紹台版昨天實裝的六星珠希要怎麼用 進攻隊伍要怎麼組以及為了對抗六星珠希 有一些防守角色該不該升rank的問題 首先 這個角色之前當了很久的餐館 應該還是很多人練都沒練 也不知道是幹嘛的 所以還是從頭介紹吧 1技能 對魔攻最高的敵人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並中幅度降低魔法攻擊力 然後暈眩1.5秒 2技能 使敵方魔法攻擊力最高的敵人TP小幅度下降 並小幅度回復自身TP EX技能 開戰時提升自身物理攻擊力 最後是六星後的UB 對魔法攻擊力最高的敵人造成特大物理傷害 如果對方是魔法角色 魔法角色定義就是魔攻比物攻高 最佳造成傷害並特大降防 另外補充一下 這個UB的效果是 先造成傷害後才會降防 稍微可惜一點 如果是先降防以後才造成傷害的話 傷害會更驚人 看完技能 這個角色是幹嘛的 應該蠻清楚的 就是要抓爆對方法系角色用的 好啦 看完技能後 先看一下評價吧 現在APPMEDIA給珠希的綜合評價2S 競技場2S 戰隊戰2S 露娜塔A 算是一個還不錯的評價 先從戰隊戰開始說吧 這個雖然我個人是很喜歡珠希啦 但戰隊戰的評價我覺得稍微有點偏高 主要問題在於 雖然珠希打法系王超強 傷害又高又會特大降防 很強 是一流物理破防輸出角色的水準 但法系王實在少到不行 目前日版從六星珠希時裝到現在 法系王就只有雷雷一隻 所以在戰隊戰 珠希與其說是法系殺手 不如說是雷雷殺手 珠希打雷雷很強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她的2技跟雷雷的UB很搭 一般情況下 只要沒有生命危險 如果王的UB是單純傷害 沒有什麼負面效果的話 玩家會希望王可以放更多次的UB 這樣我方角色被打之後會獲得額外的TP量 進而可以放更多次的UB打回去 但雷雷不同 四階段雷雷UB會暈3秒 而且有護盾還是會被暈超級煩 所以這時候珠希的吸TP就很重要啦 可以多吸幾隻TP 讓王少放UB 來讓我方角色有更多的輸出時間 所以四階段雷雷 珠希基本上就是誤刀必備角色 先放珠希 再放其他角色就對了 好啦 接著說競技場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兩場實戰再來分期吧 首先是第一場 這場因為我看到對方放了個松鼠 對我這個進攻陣容來說 松鼠有跟沒有一樣 完全沒有存在感 所以我選擇使用四個角色做應戰 分別是新年可可蘿 日和珠希 公主可可蘿 這邊之所以沒有放泳裝咲戀是因為 對方唯一一個比較有威脅性的角色是老師 但單獨一個老師的威脅性還沒有高到一定要開場直接秒殺的程度 所以我就不放補TP的角色啦 OK 這邊到1分08秒 珠希放UB把對面老師帶走了 接著到55秒 珠希又把真步給抓死了 重點是這邊珠希已經是雙可蘿UB加之後的超級珠希了 就算是有放過UB加自己入防的真步也扛不住 所以可以下去領便當啦 而珠希把法系角色抓下去之後 對方剩下三個物理角色 這時候就是日和的天下了 這種剩三個物理角色 我方角色都還在的情況下 差不多只要30秒到40秒左右就可以把對面打完了 沒有法系角色幫忙的物理角色根本扛不住日和的傷害 這隊大概就是這樣的分工 前半場是珠希在殺法系 花大概30秒上下把法系角色都處理完之後 剩下一分鐘左右日和會負責把剩下的物理角色送回家 接著是第二場對方是雙配可 老師 酒鬼 真步的防守陣容 這場因為對方有公主配可會砍人 加上老師UB也會打人 也會讓我方角色互打 這場我方角色是有生命危險的 不像上一場可以慢慢打 這場需要我方角色盡早開UB 把對面高威脅性角色給打死 以及讓我方的雙可蘿盡早開UB補血 所以我把泳裝咲戀抓來啦 開場1分22秒直接珠希把老師帶走 不讓他搗蛋 然後對面的公主佩可幫我方角色補TP 1分15秒直接把對方真步帶走 接著就輕鬆獲得勝利啦 好啦 看完兩場分析一下朱希是強在哪裡 畫面上我就繼續放實戰 但不解說了 朱希在競技場進攻絕對是頂級殺手 從日版持裝到現在我每天都狂用 強的原因非常單純 因為朱希抓法系就是一刀一個 唯一有機會一刀沒死的只有真步 其他沒人能扛得過朱希一抓 即使是放UBE幫自己加過物防的優衣也不行 所以不要幻想什麼優衣升到R17可以扛住朱希一抓 直接放棄治療比較快 至於這個一抓能不能抓死的詳細計算 影片後面會講這邊先略過 那玩家就可能想啦 那朱希一抓一個有沒有什麼克制辦法呢? 之前五星朱希的年代 藥房朱希有一個方法是放真步當貓抓板來扛朱希的傷害 但這招現在比較行不通了 因為之前會放真步當貓抓板是要保護其他重要的脆皮角色 只要真步沒倒 其他脆皮角色就不會倒 我在畫面上列一下現在常出現在競技場的法系角色 可以看出其他威脅性更高的法系角色魔攻都比真步高 真步是沒有辦法幫他們擋刀的 第二個克制辦法是放嘲諷坦克來保護這些脆皮角色 但是現在嘲諷坦克都軟趴趴 不管是新年可可蘿 空花還是新年靈 都是被日和一拳打爆的坦克 爆了之後 法系角色又會被朱希抓爆啦 日版現在唯一一個能扛住日和跟朱希好幾次UB的角色 叫做凜 就是那個台版到現在還沒出 不知道到底會不會出的角色 領可以稍微限制一下朱希 讓他不要那麼囂張 可惜台版沒有 目前要擋朱希的唯一方式 就是雙衝或三衝的初音 必須要在1分25秒暈住朱希 讓他不能動 然後在暈眩時間內把朱希收掉才行 但什麼雙衝還是三衝的初音防守隊 雖然防得住朱希 但防不住其他防守隊伍 一般來說不太會有人用這個當EVE的防守隊伍 所以之後朱希在競技場進攻 幾乎是橫行無阻 接下來來說朱希進攻隊的配對啦 比較通用的隊伍是 新年可可蘿 日和朱希 泳裝咲戀配上優妮或公主可蘿 接著我說一下各個位置的選擇方式 首先是新年可可蘿 坦克的部分 坦克目前大概只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新年可蘿 另一個是莉馬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用新年可可蘿 因為新年可可蘿在進攻方面的幫助是更大的 首先有物理增益 可以讓我方物攻角色打出更高的傷害 然後有嘲諷 這點也很重要 現在防守隊一堆真步 用新年可可蘿可以吸收掉大部分的黑暗 不然如果黑暗丟到日和或朱希身上 打出一堆miss 頭會很痛 還有可能會打輸 然後新年可可蘿會自補也會團補 在一些需要補血的場合 這是很重要的 莉馬就做不到 大部分情況下坦克我都會選新年可可蘿啦 只有兩個例外我會選莉馬 第一個是對方也用莉馬 然後中後排又有那種薄皮角色 這時候我方選莉馬的話 可以開場就讓日和帶走對方重要角色 給他一個教訓 第二個情況是 對方有魔法霞 而我方又需要泳裝咲戀的開場補TP時 這時如果選用新年可蘿 那泳裝咲戀的補TP會被魔法霞中斷 選用莉馬的話 因為魔法霞的榜人會去鎖定莉馬 就中斷不到咲戀的補TP了 第二個角色我選擇日和是因為 珠希在抓法系超強 但是打物理就超癢 珠希的UB打六星佩可 大概只有1萬上下而已 所以珠希抓完法系角色後 傷害就會變很低 只能當導彈角色去吸對面的TP還有暈眩而已 這時會需要一個輸出角色來把對面剩下的角色打爆 而目前在競技場輸出火力最強的就是日和啦 所以第二個角色我會選日和 基本上不太會換 上下兩個角色彈性就比較大了 一個我會選公主可蘿或是優妮 這兩個至少要放一個 原因是因為有些人真步RANK會升很高 珠希會需要一些物理增益才能一刀收 如果是沒有任何物理增益的珠希遇到一個很硬的真步 那要一刀收很難 很有可能會讓對方真步殘血 然後真步又自補把自己補滿 多來幾次就打到超時了 而最後一個角色彈性就很大啦 如果是1V英是可以選擇放泳裝咲戀 但只要對面威脅性沒有很高 不需要急著處理掉的話 在3V3 泳裝咲戀是可以省下來放到別隊的 而最後一個角色可以根據情況來放 需要活力可以放妹弓 初音 萬聖美美 新年日和之類的角色 如果覺得對方太過動 也可以使用魔法霞來玩捆綁PLAY加CTP讓對面老實一點 然後補充一下 使用珠希加日和的雙貓進攻隊 我不太會選用酒鬼原因是 因為站位的關係 這兩位一起上場的話 酒鬼是沒辦法開場充電不到任何一隻貓的TP 所以酒鬼通常不在我的選角名單之內 接著來講珠希一刀砂的話題 現在畫面上這個表格是我自己做的珠希一刀砂計算機 有需要的可以點畫面左上方的檔案 然後點選下載 之後選格式就可以下載來玩啦 先講一下這個計算機要怎麼用 現在我點這格是珠希面板物攻 加上EX給的物攻 在零爆的情況下打魔法角色的傷害 這邊補充一下遊戲的面板傷害跟圖書館的面板傷害 都是沒有加EX物攻的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低一點 然後現在這格的爆擊率是珠希打同等目標 也就是打進場同等玩家時的爆擊率 再來是下面這格 由於珠希的UB傷害是多段式的 這邊假設UB爆的次數跟期望值接近 不合不非造成的期望值傷害就是這樣啦 接著來到畫面下方 我這邊把比較常見又比較硬的法系角色列進來了 比較特別的是江戶空花 魔攻比物攻高 也是法系角色 可以加入被珠希一刀砂的行列 可惜可賀 可惜可賀 這邊把數值都輸入以後 現在是否存活這邊是身上沒有任何增益效果的珠希 打身上沒有任何效果的滿血法系角色 能不能一刀殺的計算 需要特別注明的是 就像我剛剛說的 這邊傷害是算期望值 如果爆的多或爆的少是可能會影響是否存活的結果 比如說珠希打R12六件的真步 理論上剩下的血量大約是兩千次 多爆個一兩下 很容易就直接秒掉啦 好了 現在可以看出 沒有任何增益效果 珠希抓真步基本上抓不太死 所以需要抓死真步是很需要其他人來幫珠希加攻擊力跟傷害的 而其他角色 什麼魔法霞 優衣 都是被珠希描好玩的 以上是雙方都沒有任何增益效果的情況 這時應該會有人問了 打競技場誰不帶增益角色 前面的計算參考價值高嗎? 接著就來到計算機的部分啦 首先我們看到這格 公主可蘿小技能攻擊力的部分 這格的右下方有一個向下的小箭頭可以點 點下去有0 2050 41003個數字可以選 0就是不帶公主可蘿 沒有拿到這個增益效果的情況下 2050就是珠希有一層公主可蘿技能增益的情況 4100就是珠希有兩層公主可蘿技能的情況下 是的 公主可蘿在實戰中是可以疊到兩層的 那我這邊做一個示範 選4100 點下去之後可以看到珠希的傷害增加啦 而剛剛原本都可以存活的R12六劍真步以及江戶空花 存活都從4變成否了 接著再點選新年可蘿的UB攻擊力 跟公主可蘿的爆傷跟降防 於是畫面下方直接全軍覆沒全倒 那如果想要知道如何對抗身上增益全滿的珠希呢 我們可以點選下方防禦相關的東西 像我這邊點選了優衣的UB物防以及物理護盾 發現真步跟江戶空花又回來了 這個計算機大概就是這樣玩 對這個計算機有興趣的可以自己下載來玩 有什麼建議或是我哪邊有算錯也可以跟我反應 那我這邊直接說一下懶人包 除了真步跟江戶空花的法系角色 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是被珠希一刀殺的 RANK有沒有升上去 不太會影響到會不會被一刀 唯一差比較多的是真步 R12有高機率被珠希一刀 R17的話比較沒那麼容易被一刀 那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 如果是帶了公主可蘿加新年可蘿的珠希進攻隊 等到雙可蘿UB加之後 對方真步不管RANK幾都能一刀殺 我自己是從來沒有因為對面真步RANK太高 害我進攻打到輸過 但如果是防守方的珠希 通常不會帶太多爭議角色 這種沒有人幫忙加攻擊力的可憐邊緣珠希 就可以用很硬的真步去當毛抓板了 對的 前面都在講進攻 沒在講防守 由於我個人競技場只喜歡進攻啦 沒什麼在研究防守隊伍 所以我只能說 珠希在競技場防守是還不錯 是可以限制一下對面的選角 但就不要問我珠希防守隊要怎麼組啦 別問 問就去抄別人 大概是這樣 好啦 剩下時間我把昨天錄的實戰素材給放完 有興趣的可以看到最後 但我就不解說啦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verso我無所見 三向容著�� bomber 進到本地戰野 自工人的另一生 aver全 不用了 你مة動物 你不准 你不准 用心 你不准 我的腰 你不可以 你不准 你不准 他不准 唉 你不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得到我的 head 我会失散了 我本來就在那一把 就得到一把 我會去到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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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太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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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一定是可以拼了 是如果你是要是要去的 要是要去的 是要去的 要去做一些 要去的 是要去的 要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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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在裡 現在開始了 王闫珠列州 王闫珠三重 王闫珠預計 王闫珠 一突 全部で掲げます 有趣 寄居 何するのか ユーイヤーズドライト 猜猜牌 猜猜牌 我肯定攻打 在哪 射手 猜猜牌 我肯定攻打 小蟹 一旦 第一封 作詐欣 i know you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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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橋 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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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把他人的攻擊 開始了 看守時期是暗暴 再次把他人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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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材代性有賄 妹妹的闔丘 雷 嗯 小猫 嗯 嗯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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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那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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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